各位贵宾 各位全球的好朋友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21世纪以来 天灾人后 疫病与战争不断的威胁着人类 明日的阳光 新鲜的空气 多样的物种 空族的食物 孩童的欢笑 安全的生存 极可能变成奢求 在即将近日展新的2024年之际 12月20日 国际人类团结日的到来 正提醒着 我们未来的世界 永续生存的关键 将取决于四人的团结 这也是四人共同的责任 回顾2000年9月联合国大会 189国代表 发表 千禅人宣言 促成隔年千禅人发展目标的诞生 千禅人宣言中 查明团结是21世纪国际关系的基本价值观之一 联大会将每年的12月20日订定为国际人类团结日 强调求同存益 提醒各国政府遵守国际协定承诺 提高公众对团结合作关键作用的认识与实践 人和国预测 到2050年 全球人口将达到97亿 到2100年 将高达110亿 每个数字背后 都代表着 人类与万物 环境 和谐共存 发展的挑战 需要我们以慈悲之心 重新找到新的平衡等 确保人人享有资源 平衡使用有限资源 让世人都能安居乐业 人人幸福快乐健康 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共同认知 那就是人类的团结 势在必行 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 是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径 而教育是关键 推广包容性教育 培养尊重多元的价值观和思维 打破偏见和歧视 在面对冲突和争执时 能够透过沟通对话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 尊重和包容他人不同观点 信仰和背景 从个人到国际社会 透过全球努力 共同建设 相互理解和谐的社会 在国际人类团结日 这一天 我们细旧推动 世人团结的关键 那就是良心 爱与和平 良心是指引方向的 人生指南针 爱是无私的强大力量 爱与良心 能够跨越差异及界限 团结来自不同背景 和文化的人们 透过实践 爱与良心的价值观 我们可以为后代 子子孙孙 创造一个更加和谐 与和平的世界 良心是内在的声音 引领正确的方向 引导辨别真假 对错好坏 强化道德认知与行为 和平需要对话 彼此了解与妥协 世界公民以尊重与和谐的方式 化解纷争 促进公平公正 培养个人和社会良知 落实人权保障 为实现一个没有歧视 和压迫的世界 做出贡献 全球化的时代 各国需团结合作 以对抗灾难 抵御危机 面对挑战 更应遵循公平 和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促进全球伙伴关系 减少贫困 促进民主自由 以达共荣 无论国家大小 都必须确保全球发展的平衡 团结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透过推广良心和平文化 其使全球各国 能在各自的政治立场之上 更增添一份 为了自己和后代 其心协力的恋想 我们的未来取决于团结 让我们摒弃私心 以良心为本 维护国际秩序 维护国际秩序 确保消除不平等 排除障碍 在国家之间建立信任和尊重 以促进和平与安全 发展和人权 实现人权保障和基本自由 我们相信爱的力量 能促进人类团结 以善良 尊重和同理心 对待他人 米和分歧 建立理解的桥梁 努力实现每个人都被重视 和赋予权力的祥和世界 每一个人都可从自身做起 各种的小小努力 会在整个社会中 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 让我们以现在的基础上 向前更进一步 团结攜手 实现永续未来的共同目标 支持国际人类团结日 呼吁所有世界公民 积极参与并贡献自己的力量 将立下的目标和承诺 转化为实际行动 拥抱良心爱与和平 帮助世界促进全球 大家庭的团结 建设一个根植与良心爱与和平的 美好未来 祝福大家用行动达成目标 祝福世界以团结 实现和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